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5月23日,今天继续跟进一下这个科兴和复必态,不过呢,不是死亡个案,是讲这里,女子上月打这个复必态的时候呢, 这句新闻呢,很明显是错误的,就是东方日报,反中乱讲,啊,在这里讲什么,标题,女子上月打伏必态,自面坦,那这个自字呢,我们就很应该斟酌一下了,因为啊,林创实验报告啊,已经很多啊,都讲了你听,专家给出来的,孔繁毅啊,许树昌啊,还有专家问责小组都跟你讲了,你面坦呢,就是你生得羊衰的意思,你没这么说,大陆, 总之就是啊,你那个女子,原本都要三叉神经痛各样出事的了,那么就和这个接种是无直接的关联的,啊,就不知为什么啊,啊,跟着在这里露戚啊,说资金未康复啊,就是那个临性建筑工人,不过,那个临性建筑工人呢,他打那只啊,就叫做科兴,而这个女子啊,打那只就叫伏必态, 那随得二副局长呢,啊,随副局长都讲了你听啦,不过他没有面坦数据的,可能迟下会有的,啊,现在generate出来,啊,就是制造正,他都要找人去research的嘛,但是人家讲了你听,打完之后好份了,这个谭耀宗讲的,精神了,威猛了,林郑月娥和劳宠茂讲的,那这些补针来的嘛, 讲的科兴而已,不包括伏必态,伏必态没有这个宣传项目啊,啊,只不过就跟你讲,你接种完科兴之后啊,是不会,啊,我斩钉切铁讲了,不会啊,是有面坦的个案出现的啊,你面坦那帮人仔呢,纯属仰衰,啊,就是那帮人啊,是三叉神经爆牙牙出来的那些,自己仰衰走去接种,然后之后特意吊脸,那还有啊,面不面坦这些东西呢,虽然很多人就说,喂,他是不是流料啊, 就是假面坦啊,在那做这个咒黄妾示啊,坦纪这样而已,那没有的,因为你真正那些呢,就是那些医生啊,都会用那些叫做针片啊,电疗针片啊,不是那些电疗,那些电疗很厉害的,就是直接是弄进个癌细胞里面呢,去做电击的,现在讲的那些呢,是好像那些针着按摩胶片啊,那些直胶片啊,那么就贴在那块面上,然后呢,会通过电流啊,那他呢,啊,就会戳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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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戳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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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戳 那我就信你真面坦了,在这五年间你就不要做任何事 虽然赔偿基金应该有时限的,但不要紧 为求真相来说,你们应该五年之后再申诉 但这位女子,她接种的是復必泰 復必泰的机制就更加不透明 数据来说,从科兴比的话 你知道她设立了疫苗基金,我其实就知道 科兴是一定赔的,復必泰就不知了,是不是都可以赔 那不排除,朝来狂风浪蝶,狂风呢 就是形容男性的,那这个女子,电坦 可以说是一个妖孽,应该算是浪蝶 不是啊,风和蝶都好像是形容男性的,狂风浪蝶 而且,亦都很怪的,她给出来的数字 就说去到5月17日为止,处理着16宗索赔的个案 不过之前那些好像全部振动了,这16宗 希望政府英明神武,全部振动之余不得止 律政司起诉,以及冻结他们的资产 就是这些疫苗碰瓷人士 枭炸勒索政府,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 可奸二位话头 Unacceptable 话说这位女子,第一支的时候 她失去了机会了 因为这次她是第二支才出事 但是没有说的 因为生生不息,循环不绝 她其实可以打第三针试一下 但是呢,第二针才面坦的话 可能要去到第四针才回复对称性 不要紧的 就是中了这个面目全非脚 你都还有还原靓靓针 不过她在说 基金的运作透明度不足 她亦花费很多的功夫 才找到这个疫苗保障基金是怎样申请 而在5月的时候就递交申请表 不知道现在的进展和所需的时间 没有了,吵枣巴弊 应该去到庭帐50 Anyway 看看那条拨虎 在这里敲诈勒索政府 她打针的地方 都是非常不吉利的 那个是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 你无端端什么念 接着接着第二针的时候 接着左边的猪耳 和猪颈肉那里出现疼痛 接着就动不了 然后去急症室 有核名的 这种叫什么 听着大家 以后会讲的 应该都是用这种的 核名叫做 贝尔面痰 很厉害 接着她获得的药物叫做 类固信 那时候 这种是2003年那时候用的 你小心 玩玩一下骨肤 面痰也算了 旁边那块骨 如果出现了呼黑的时候 没人救到你 到时抹大眼都痛你又屎 不过没有的 医生开得应该都有 分量的 我们叫做 那你有节制使用药物 不要因为担心自己 脖颈不动得 硬颈啊 这些人都是 总之不要太担心 太担心的时候 用药多了 你小心哦 他就需要休假两星期 蛇王啊 你 洗鬼两星期这么多 不过不要紧 可能医生批给他 你那个医生也是 这些小小事 你开支药膏仔给他 毛比高就算了 会以面痰而已 用什么意义 因为一国两制是行之有效的 有行稳自愿自有 既有永有基本法所赋予 行得通办得道得人心 我们的医学资源这么丰富的时候 我华知道你什么面痰 你这只这样的贝尔面痰 不用两三下手势就医好了 不过 暂时这个妇人 可能由于巴勒过度 所以那个面痰 未完全康复 就是跟林圣建筑工人一样 那公平了 给那个是科兴的 这个是西洋疫苗服必泰 1比1 虽然之后好像有其他单 但我不见新闻有详细的报导 所以就放在这边先 我们就集中看一下 这个林圣建筑工人 还有那个老虎 不是很老的 他 不要紧要 但是 现在他们呢 就开始不拍那些照片出来 结果你是观察不到 那个情况是怎样的 我只能够用回第一张照片 大家就用这张照片 估算一下 那位美女 光芒四射 艳丽奪木 可以参加亚者 那今时今日是什么款 他有潜质做鸡姐 又油麻底撒下去沙头角 那那个女子 都很神心的 贪了那支免费的復必泰之后 还想脱水 去申请疫苗基金 首先 经常打电话 滋扰这个卫生署 和疫苗接种中心 跟着 就经这个1823的热线 很明显那边不通 打过去这个食卫局那里 哟 我还记得有件事 接听电话那个是什么 你好我是马云 跟着即刻吸了线 这次不知道是不是 陈宵浅去接她电话 你不要吸线 你 anyway 他就说打过去食卫局 才知道 负责的保险公司是哪间 是不是培桥 喂 如果你是那位面板的女士 希望你就不要太过藏私 不是那些 不论指教一番 说我们听 到底那间保险公司是哪间 是不是培桥 那间 征桥还是培桥 不是很记得 陈建波那间叫什么名字 收成波 不记得了 有他 那你就说一下我们听 那间保险公司叫什么名字 虽然我们都用不着 但是拿来抛书包搭一下人也好 现在我搭不了 那也好的 人家的运作机制是100%透明 他打完去之后 就接到SMS 就是认收通知 接着有那个转讯 但是他说 就不知道 现在的审批进程是怎样 豈有此理 人家的运作机制 就是这些公家东西 都要等政府公布 那些数据各样 有没有得赔 是不是 虽然呢 这些我觉得应该抄家民斩 还有 找人去冻结他资产 和起诉他面坦 这些恶意面坦碰�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 这个这样的拨虎 催毛求痴 要人家快点跟进 全世界服务你一人 哇 真是踢下海的 这些人 不过不要紧 看回政府那方面 原来 他就说 有个第三方管理人 就叫AXA 那就是不是那个陈健波了 符合资格的申请 原来政府买了保险 不怪AXA那么听话 首先 两个工作日内 就会发出应收通知 给了你 是不是 如果医生提供的那个严重异常事件 证实是不符合保障基金的要求的话 申请就将被拒绝 哇 你真是要拒绝去啊 这些敲诈勒索政府金钱的人士 人人得而诛之 另外啊 据文啊 收到申请日 之后的五个工作日之内呢 就会说给这个被告听的了 啊搞错了 是被告之结果啊 说错了被告 我真是想告他的啊 那不要紧要的 人家说了五日内交代啊 那这个妇人 到底等够五日未呢 如果未等够五日 就吵枝巴毙的时候啊 就更加罪家一等啊 咁它两巴 是不是这么说啊 为政府捍卫疫苗的公正性啊 我们是在所不辞的 同时之间 我亦呼吁各位快点去接种 大家都接种了 不是群体免疫的了 我要主动抗疫 是不是这么说啊 学张竹军话头 你们还等什么啊 学完郭勇话头啊 你想买我都未必买给你的 再学林郑月娥话头了 谷针 什么来的 吃得的 没有这样的事 不要造谣 听到没 我全部引述他们的说法啊 就是这样 好 今天讲到这里 都 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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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